他見過一個骷髏骨頭 藏在一個Hello Kitty 公仔裏面 我沒有了骨頭,給我一個頭啊 我們初步就在現場找到一個公仔 亦都初步摸過,發現它裏面的頭是有點硬默 放開了法國的骷髏骨頭 似乎應該是在煮的過程中 擲著煲底,令它變焦 死者是被這班人在房屋裏面打的 作為調查員都覺得好像是殘忍 好像是大約兩三個月左右 我記憶就不是很久 為何會扣留他,為何會問他在上報 其實原來就是他每個月拿到他的銀行傳指 每到月尾就在他的戶口拿錢出來用 上世紀就是毆打、虐待,而致死 作為調查員都覺得好像是殘忍 在浴缸上分屍、放血 之後就把所有的殘肢 丟在附近的垃圾站 我們在殘忍上找到一代的內臟 法醫也驗證過應該是人體的內臟 其實我們六、七年已經抓到有些人 即是有關的人士 我們都是一個文明的社會 一個文明的城市 即是我們沒有想過 有些人會用這樣的方式 去虐待一些其他人 是受黑社會文化的影響 它是有吃兵的習慣 不是一些較為正常一點的家庭成長的人 較為多一點是方會的模式 會不會是因為藥物影響之下 他們會有這樣的表現 現在是假的 我覺得... 我會被捕到那天